基隆到台北南港的9026客运问题持续延烧 通勤族反应等车都要一个小时左右 亲自到现场排队搭乘客运9026以及1815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首次到基隆市议会备巡的第一天 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再等一个礼拜 如果公路总局和客运业者方面都不协助改善 基隆市政府将以紧急避难为室游租游览车 再运基隆通勤族回家 因为公路不是我们核准的 公路这些路权也不是我们市政府可以干预的 那他们业者静音不散 就算我们想补助他们 我也问过了交通组 我们没有法源依据可以补助这些国道客运业者 这一切都是跟公路总局有关的 但是我们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请公路总局帮忙 我觉得再等一个礼拜 假如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妥善解决 大家上车下车都还要各等超过一个钟头的时候 那我有跟交通署讨论 我也请他们演领一个办法 我们考虑用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 以紧急避难的一个事故缘由 来载我们自己的乘客回家 因为如果我们的乘客 如果照他讲的七到十分钟有一班车 这跟现实上我们看到是完全不符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恳请业者也要恳请公路总局 给基隆市的民众上下班一个稳定的一个时间 不要上班光是排队就要排一个钟头 没有市民受得了的 包括市府也会受不了 受不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考虑以紧急避难为室友 我们会召集我们会征集游览车 载我们的自己的市民朋友回家 载我们的市民朋友去上班 但是前提是他们的等待时间 已经超过了一般上班的人的一个合理的 一个忍耐的范围 市长谢国良强调将邀集公路总局和客运业者再开会 希望问题能够尽快解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